嗨各位 我是金川一 我独自升級 這部韓曼無疑是今年最大的一個新IP之一 尤其是作為韓曼進軍日本動畫領域的第一部商業大作 人家真的是一口氣就引起了大多數漫民的注意 在他之後我們都知道 哦 韓曼真的來了 我独自出圈啊這樣 那這部的賣點是什麼 當然就是爽快的升級還有戰鬥嘛 對不對 要是做成遊戲肯定不能是卡片養成回合制的 如果這樣絕對爆 欸 好在他不是 我独自升級 Arise 式的動畫才剛告一個段落 遊戲能不防得就跟上了 彷彿是指導粉絲在等第二季的時候那份熱情 無處可去啊 所以算好這個司機把遊戲給推出來 重點做的還是動作RPG 玩起來可叫一個帥氣 好 那事不宜遲的景傳與 我就先帶大家來看看這款 我独自升級 Arise 到底有多還原動畫還有原作的靈魂吧 欸 他開頭其實還蠻快就進入重點的 一段一段跳著就進那個經典的開場房間了 來 我們的鎮宇哥還是一開始這副弱不驚風的樣子 很符合人家開頭的綽號嘛 人類最弱兵器 結果遊戲一上來 主角就已經是獲得能力的狀態了 人物操作起來完全就是現代我們熟悉的那種 移動端動作RPG的感覺 右邊的四個按鍵分別是閃避 輕攻擊 強攻擊 跟這一個 超派鐵拳 對 你們還記得嗎 這個拳頭是取自動畫的第三還是第四話有沒有 主角就點了激勵之後 享受來試試 然後就徒手揍攏 後面打大蛇BOSS的時候 我們的成哥也是徒手剝皮嘛 所以這邊他們特地把一個徒手招式做進去 我覺得還蠻酷的 像這樣簡單按一下就可以打出很華麗的連段了 總之常玩手遊的應該很快就會上手了啦 在敵方攻擊碰到你的前瞬間閃避成功 就會觸發極限迴避 我要說我知道我絕對是佔少數好嗎 不過對我來說 這種動作遊戲最爽的地方從來不是攻擊 從來都是完美躲過或者防禦敵方攻擊的瞬間 你們懂嗎 我相信一定有人懂 跟我一樣想法的歡迎在留言區刷一下存在感 我獨自取暖 來這邊是打原作也 也相當經典的大蛇BOSS戰 各位還記得嗎 成哥獲得能力之後 第一場正式單挑刷王的戰鬥 就是在這個地下鐵的 誒 可到這還只是遊戲的開胃菜而已啊 沒錯這是在被系統磨過我獨自變歐爸版本的成哥 這邊開始才會解鎖人家的真正形態你們知道 因為職業變成了暗殺者 所以你看這個動作變得很迅速又冷酷 那話說我這邊有發現 這個每次一當我成功使出鐵拳揍歪敵人 還極限迴避的時候 我抓準時機可以這樣 用一招追擊 這個是遊戲的QT功能 極限迴避的QT可以用來給敵人上個debuff 這就很還原原作了 畢竟成哥大蛇拿到的那把刀就是可以上出血跟麻痺效果的嘛 我把朱熙叫出來了 太太這遊戲不只成哥還有一大堆可用角色 沒有說真的 這遊戲的可操作角色數量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朱熙這個就挺明顯是走一個補師系的職位嘛 招數有非常多都是補血的 然後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一位 宋智烈大叔 人家走的是一個魔法跟劍術混用的路線 你看看人家雖然少了一條哥伯 但打起來還是這麼霸氣 可以丟火龍卷一刀一刺又有力量感十足 就很有那個...面子果實的味道沒有超帥 這遊戲還有接近原創角色的人物你們知道 就是這位男彩英 劇情不是有一段是成哥被叫去幫忙處理 怪物從門裡跑出來的事件嗎 後來他是用一把斷劍 奮力一波就丟死了怪物嗎 順帶一提這段遊戲也有做喔 這位男彩英其實在那裡出現的 就是那一個崔珠熙小姐補血的穿綠色帽貼女生 這個人在我的印象中本來就只是個路人而已啊 不過遊戲卻把它做成正式角色 武器的怒工你看看這個動作多優美啊 來再來我們看到我獨自升級又一大經典場面 今月的家賃還沒有進來的 暫時待會嗎 對...防東摧腳防促 於是呢咱們的成哥雖然已經強到不行了 還是得去湊人頭當卑躬賺點小錢 就是在這裡我們遇到了那個惡名昭彰的 我獨自東八 黃東石 這位大叔非常的卑鄙 想說找兩個等級低的來墊背 等他們掛了在連同身上寶物跟裝備一併洗走嗎 可是誰叫他們碰上的是成哥咧 結果呢成哥想當然而 一個人單刷蜘蛛BOSS大贏 雙方撕破臉就是在這個時候 哇來了經典場面 對他不是叫防守而是 好那我就跟各位大師展示到這邊 我是金川一 我自己玩了之後覺得 我獨自升級Arise一款真的非常簡單 爽快又華麗的關卡制動作RPG 我最喜歡的地方呢 就是這遊戲它到底有多少角色可以用 除了我上面提到的珠希智烈 你知道就連東八的 東石哥也可以用 你看看這是他在動畫裡面也有用出來的強化技能有沒有 他旁邊這個綠袍子男哦 你猜怎麼樣也可以用 真女主赤海印以及號稱人類最終兵器的崔忠人 當然通通也可以 陳哥還有大量的武器可以更換 對不是只有劍跟匕首而已啊 有弓箭有鐮刀 真的是玩著玩著一點都不會膩 歡迎各位有興趣的點影片下面的連結來做事前預約 現在在蘋果安卓系統商店以及PC上預約登錄 即可100%領取頂級獵人禮包哦 我是金川一 我們下部影片見